18. 經濟一週,上正下半年朝五千點進發 2015年7月18日中長線港股區P065宏觀極論歐宏記在官方全力搶救下 A股上演了絕地大反攻 上海證券綜合指數上週單週漲幅超過5% 本港掛牌的一些互心300交易所買賣基金更是在短短兩個交易日內 至低檔反彈如兩成半,反彈來得太快,影響追加意願 於是許多投資人想轉進資前除A股下跌的本港股票 但反彈幅度可能不如預期 A股在官方出進絕招下,已確立短期底部 尤其是本波清洗融資相當徹底 官方立場也很鮮明宣示 即股市要漲,但融資行為要節制 接下來,正待消化半年報的消息後 股市就可回歸上升軌道 且由於官方釋出的利好消息實在太多 有理想證中至下半年再度重返五千點大關 相對目前空間仍相當巨大 不過,大部分投資者都喜歡買跌不買賬 錯失了上週四及上週五 7月9日及10日A股的反彈 並將目光轉移到港股 主要原因是上週A股在下跌時 有將近六成的公司宣布停牌 令市場股壓轉往港股來宣示 港股因此創下歷史最大單日跌幅 感覺似乎相當冤枉 為仔細分析 港股中有88檔股票同時於A股 及港股市場掛牌 其中87隻A股比H股貴 更有79隻A股比H股貴超過20%以上 平均比H股貴47% 基於同股同價的原則 H股更有條件上漲 指示A股停牌因此轉殺 H股,理應視為錯殺 但不應包含全部港股 不過,A股不能放空 許多國際資金因而將 H股視為A股的避險空單部位 造成H股漲的時後比A股少 跌的時候不會輸A股 這也是H股掌期節的A股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不者預期 H股反彈幅度也不會優於A股 從大環境而論 港元與美元是聯繪市場 香港的貨幣政策緊頂美國而非內地 美國一旦升息,香港一定馬上跟進 換言之,內地股市事在減息的過程 寬鬆的貨幣環境 而香港則如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耶倫所說 今年一定會加息,一個收一個放 多數香港股票不但難與A股相提並論 差異化更會越來越大 H股中短線表現可其此外 近年中國大陸對香港的政策影響越來越大 例如今年4月實施一週一行政策以來 香港自由行人數在5月即下跌 556月份更大跌10% 零售市本港命脈,少了零售業支持 本港經濟馬上提前進入秋天 下半年中,港股市持續有9月 美國可能加息10月份的深港通 及12月份的MSCI納入等重大事件 就前文分析所述A股受惠心港通語 M.S.C.I.大有機會重回5000點大關 H股因為今年修正幅度更高於A股 短,中線漲幅度更值得期待 至於本港股票則面臨加息壓力 恐將持續面臨盤整 如想查閱民中港股報格及相關互聯網連結 請按頁面右邊歐宏傑 C.G.M. Capital Global Management 總經理台灣政治大學 EMBA畢業 C.G.M. Capital Global Management 總經理 Financial World國際投資月刊總編輯 正為第五屆與第十一屆台灣金具獎得主 2013年律領康和香港獲得Capital大獎兩項重要獎項 十四年投資經驗 著有結構營商品實務與應用 人民幣理財聖經等二十本著作 聯絡方式OD1222 at mail2000.comtw